为什么录音里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不一样? 录音里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不一样 是因为录音放出来的声音 与我们说话听到的自己的声音传播途径不一样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 是通过介质传播 并能被人或动物听觉器官所感知的波动现象 人的耳朵可以听到20至2万赫兹的声音 通过空气传播的声音受环境影响 其能量会产生大量的衰减 其音色也会产生更迁 在到达其他人的耳朵时 要通过外耳朵中耳最后进入内耳 这个过程也会对声音的能量和音色产生影响 通过头骨传播的声音 是经过喉管与耳朵之间的骨头 直接到达内耳 声音的能量和音色的衰减和变迁相对很小 因此 你听自己的声音和通过录音机 听到自己的声音 在能量和音色上会有一定的差异